那我们想到修学环境 在现在这个时代 修学环境真难了 障碍太大了 内里面的烦恼 脾气 外面无预留成的诱惑 你的心静不下来 极乐世界的环境 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西方极乐世界人没别的工作 整个世界就是年洲人 一个是佛 一个是菩萨 往生到内都是菩萨 佛是老师 菩萨是学生 他这里面没有其他行业 也没有政府阻止 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过往 如果有过往早就介绍了 过往大臣 没有 关键上讲得更清楚 那个地方居住的环境是随心所欲 喜欢什么房子就限什么房子 想大就大 想小就小 想在空中也行 想在地上也行 随心所欲 没有门牌号码 人的这个形状都一样 到底是张三与四 那不认得了 在我们这个世间 两个双胞胎 长得一样 哪个是老大 哪个老二 我们都不知道 还得做记号 西方极乐世界 没记号 怎么分呢 因为个个人都有智慧 都有神通 决定不会把人认错 所以大家相貌都一样 体质都一样 你知道哪一个人是阿弥陀佛 哪个人是什么菩萨 清清楚楚 到西方极乐世界 才知道 现在科学讲 人脑 人脑比电脑高明万倍都不止 电脑怎么能比得上人脑 可是现在人脑比不上电脑 为什么呢 人脑太复杂了 妄念太多了 电脑比我们简单 它就比我们聪明 可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各个人都得到亲近击灭 那电脑就差太多了 所以那边用不上这些东西 再高的科学仪器用不上 本能超过一切 学科学的人要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 方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的时候说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我们今天也可以说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它到顶尖了 科学哲学都到顶尖 通大 诸方是像 一切发的真相